刚刚看到打雷闪电真的非常的可怕 那今天全台是不是都有降雨的几率呢 今天哪些地方雨时是比较大的 要来请教书瑞 一轮早安 其实今天全台都会有降雨的几率 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在东北部 还有西半部地区会更明显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雷达回播图 在今天清晨呢 其实对流就有很明显的出现 对流包的特别是在沿海地区 那么现在在苗栗到云林地区呢 也出现了明显的雷击还有强降雨的部分 尤其是在中部跟彰化地区 现在雷击的状况更是明显了 那么降雨的部分其实现在呢 迹象局也针对像彰化发布了 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曝 那么另外呢台中跟澎湖 今天可能也会出现局部大雨 等级的一个强降雨出现 所以这是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到的 至于今天的雨会怎么下呢 刚刚有说到其实呢 整天全台都会有明显的一个降雨出现 尤其是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边的雨是下得比较明显的 尤其这个雨啊会一直持续的下到 今天晚上甚至明天雨还会下得更大 也就是说这两天呢 是封面影响我们最剧烈的这个时间点喔 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颜色变得比较深的 黄色橘色的地方可能就是雨是会很明显 而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急强震风跟短时强降雨 这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但是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礼拜天礼拜一会是这个封面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礼拜二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封面就会慢慢的稍微北台 到时候雨是会稍微趋缓一点转为午后雷震雨为主 到礼拜三的时候呢 封面逐渐远离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 到时候就不会受到封面影响了 又会恢复一个天气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 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所以呢提醒您喔 这两天呢 其实呢还是要受到这个滞流封面的影响 各地都有一些强降雨跟雷急发生 所以呢趁这个时间点因为下大雨又雷急出现 又加上疫情的影响呢 大家可以多多待在家里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吧 时间将给一轮